1.江四在等正威起来 他为嘉兰重剑投了钱 时至年底 理应来收取属于他的那一份分红 上回他们在鸾城里 玄虚剑派一行人 各个目睹了他出丑时的模样 江四被气得心梗 回家躺在床上 郁郁寡欢了三天三夜 面积那段不可触碰的记忆 男人乌黑的凤眼里 雾地闪过一丝狠利冷光 这次相见 他定然要好好表现一番 让正威起看看 什么叫做嘉兰绍城主的魄力 嘉兰城附近竹树环河 秘密扎扎的林木阻隔天日 不适宜遇见飞行 因此当正威起来的时候 是在附近的城镇里 租了辆马车 这实在不像他的习惯 按照江四对于正威起的了解 他应该更乐于不行 嘉兰地势低限 与丛林以一条长街相连 马车下不了长街 只能咕噜噜地停在远处 江四摇摇望去 首先看见正威起跳下马车 他动作轻盈 带了见修毒友的萨爽惬意 落地后仰起下巴 回头一望 他或许说了些什么 江四听不清晰 只瞥见马车的门帘 微微动了动 从中窜出个滴滴矮矮 浑身尽是雪白皮毛的不明物种 比猫大 比雪豹胖 他虽然看不清楚 心下却了然如明镜 勾唇一笑 呵 见我还特意带了条狗来 女人 不必刻意展现你的爱心 我对动物没兴趣 不过话说回来 原来正威起喜欢狗吗 那他或许可以考虑送他几只 该挑什么品种 才能显得低调奢华 又不失内涵呢 正威起没说话 悚然盯着他 那条狗也没出声 同样一动不动瞪着他瞧 在极度尴尬的沉默里 江四看见他越变越大 越变越高 最后居然慢慢地 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原来那并非狗子 而是个头发花白 又穿了白色雕球 正躬身 从马车里出来的人 难怪他今日坐了马车 原来是因为身边 陪了个老人家 在正威起爷爷面前 如此不得体 江四慌了 彻底慌了 江四把仅剩的那点 霸总气势抛在脑后 匆忙道 原来是正爷爷 这太远了 我眼神不好 失敬失敬 那白头发老汉 还是没讲话 饶是平日里 最没心没肺的正威起 此刻也不由得 语带怜惜 认真解释 这不是我爷爷 江四 江四恍然大悟 对不住啊奶奶 囚白霜怒不可遏 恶向胆边生 表妹 给我杀了他 囚白霜身为 新上任的鸾城城主 气冲冲去和江四他爹 商议双城合作的事宜了 正威起笑到肚子疼 一边同他走在城里闲逛 一边乐不可知地问 你怎么回事啊 江四 别人的白发 都是俊美无仇 怎么到你这儿 就成奶奶爷爷大狗子了 江四抱之 已呵呵冷笑 江四 你和你表哥 关系挺好 正威起吞下一颗糖葫芦 斜眼腻他 哟 怎么 惹您不开心了 你不要试图挑衅我 江四丹巴巴哈哈笑了两声 我怎么不开心 我开心得很 我还可以笑 哈哈 不过 要是说起我表哥 正威起似笑非笑盯着他 呼得脸了唇边的弧度 话语间渐添几分忧郁 真是难忘啊 我儿时家境贫苦 吃不起饭 偶尔能得到一个馒头 也全都被表哥抢走了 江四哪曾听过这种事 当即义愤填膺 气到拧眉 那混蛋 你竟仍与他有所往来 看我去把球白霜丢出家来 正威起眯了眼 慢条思理继续道 他总是抢走我的馒头 递给我一碗热腾腾的米饭 说女孩子不能吃得太少 他哪怕自己饿肚子 也要把我养大 江四猛地一打哆嗦 瑟瑟发抖地试图挽回 把他丢出家栏 再请他去修真界最好的酒楼 好好吃顿大餐 以后球白霜就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他话音刚落 正威起就雾地变了脸色 没想到那饭里竟然下了谜 药 我吃完后醒来 发现自己被迈进煤矿当同工 江四眼底发红 化身愤怒的野兽 球白霜定然不会想到 我早就给他的大餐里全放了剧毒 嗯啊 他说的情真意切 已经放弃了矜持 吭哧吭哧喘气 正威起终于没忍住笑出声来 逗你玩的 我出生于修真世家 从小到大没受过苦 表哥人也很好 从没欺负过我 他可太喜欢豆江四丸了 他看上去一本正经 气势十足 实际上脑子不太好使 总能被他的三言两语 唬得团团转 实在叫人开心 他原以为江四会同往常那样 恼羞成怒 其实就算他生气了也没关系 一根糖葫芦便能哄好 在一阵奇怪的沉默后 江四居然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他眼窝很深 睫毛在眼瞳里 附下一层薄薄的影子 略带了无奈地看着他时 语气里多了几分 类似于劫后余生的欣喜 那就好 你吓死我了 在他面前 江四很少有这么认真的时候 郑威琪忽然笑不出来 觉得耳朵有点发烫 喂 郑威琪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用来安慰他的糖果 不由分说塞到他手心里 给你的 江四嘚瑟得哼哼 把糖毫不犹豫塞进口中 女人装得那么不上心 身体倒是很诚实 哦 郑威琪双手环抱 浩正以霞的抬头与他对视 你说说我身体怎么诚实 什么怎么诚实 他听到这种话 不应该双颊飞红 莫寒水光吗 哪有人会反问过来 这女人脑子怎么长的 江四哪里愿意被他压上一头 耿着脖子打你给我买糖对我好对别人都是冷冰冰的那不就是不就是爱上我了吗 话一出口反倒把他自己听猛了习惯性讲出的霸总语录是一回事自己认认真真面对着他分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郑威琪这算是爱上他了吗 那他呢 他们俩 哟 怎么回事 脸红了 郑威琪成功反将一军 嘖嘖冷笑 连连摇头 将四少城主 装得那么冷漠 身体倒是很诚实吗 可恶 这女人又在耍他 二 今年万剑宗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都晚一些 许叶仰头望向天边分落的雪花 抑制不住心中酸涩 趴在桌子上常常叹了口气 万剑宗与玄虚剑派的交流大会已经结束了好几天 他的悲惨噩梦却没有停下 在江星长老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那句爆炒人头时 心破了爱碎了 许叶的灵魂没有了 世上的一切声响都安静了 石谱上有障眼法 那时竟和长老目光逐渐犀利 将神识凝聚于木板纵横的刀痕上 轻易变出那道被小心翼翼藏匿起来的术法 他说着一愣 略带了困惑的皱起眉头 这股灵力 竟是属于清寒 许叶修为不够 障眼法习得不深 因此 食谱上的手脚 是他拜托苏清寒做的 身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他怎么可能让师姐替自己背黑锅 这个想法气势汹汹涌上脑海 挤掉其他所有胆怯和恐惧的念头 许叶没做多想的上前一步 用誓死如归的语气喊 这件事和苏师姐无关 他什么都不知道 全是我做的 结果他还是和苏师姐一起被师尊请去喝茶了 与万剑宗里绝大多数长老一样 他俩的师尊性情古板 是个对凡事都一丝不苟的正统建修 这回许叶的小恶作剧 殃及驰鱼 虽然温赫眠笑着表示并不在意 但还是把他们师尊气得不轻 一番批评教育之后 让两人跟着行审堂受罚半月 直到现在 许叶都还记得 师尊当时说的那些话 什么不懂尊师进长 什么身为师姐 却不以身作则 任由师弟瞎胡闹 他每听一句 都觉得像是有铁锤在狠狠击打耳膜 心里又苦又涩 为苏师姐感到无比委屈 然而苏清涵本人 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冷冷淡淡听完 冷冷淡淡的应声 从头到尾一本正经 神态没怎么变过 同他一起去行审堂 做苦工的时候 也是冷冷淡淡的 怎么办啊 许叶用额头撞了壮木桌 整个人像条干瘪的死鱼 身心皆是疲惫不已 连带声线也颓然不堪 苏师姐会不会讨厌我 同门的谢师兄 摇头晃脑 唉声叹气 你给他道歉没 当然到了 许叶从双臂里 抬起脑袋 他只简简单单回了句 没事 但平白无故 受了牵连 不管是谁 都会觉得生气吧 这你就不懂了 肃清涵他不是一般人 只要有剑 别的事他都不会在乎 常年在万花丛中过的王师兄 嘿嘿一笑 而且吧 他平日对你不是好到偏心吗 铁定不会因为这种事生气的 许叶正了一下 将这段话艰难地缓慢消化 被其中两个字 啄得耳朵发热 偏 偏心 你不会没察觉吧 谢师兄拿纸截扣了扣桌面 唇边一出一抹笑 除了对你 苏师妹给谁特意买过甜食 还心甘情愿把练剑的时间空出来 陪着他到山下玩 我还记得 有次下山除腰 许叶无故失踪 王师兄摸摸下巴 嘖嘖叹气地望向他 那时天色已晚 群腰出洞 本事不适合进山的 可苏师妹非不听劝 执意要去山林深处寻你 结果你这小子 居然只是无意间 摔进了猎户座的陷阱里 许叶茫然眨眼睛 那天他跌进一个人 未挖出的大洞 在迷迷糊糊醒来时 已经回到了客栈里 苏师姐守在他身旁 见状不过叹了口气 轻描淡写地道上一声 别再乱跑了 不过吧 被送进寻审堂这事 仅仅一句道歉 肯定是不够的 王师兄对此颇有经验 喝了口水润喉咙 你有没有拿出点实质性的表示 许叶拼命点头 我给他送了礼物 见两位师兄 揭露出好奇之色 许叶乖巧补充 那个有点翠云苏不摇 八宝流云簪 白玉琢 停停停 王师兄一口水差点喷出来 你就给他送这些东西 就苏师妹那样 你觉得他会用吗 许叶蒙蒙看着他 你想啊 苏师妹从来只穿白衣 脑袋上呢 也仅仅一根发带而已 何曾用过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谢师兄接下话茬 依我看 比起女人这个定位 她首先是个不折不扣的剑翅 要想叫苏师妹开心 不如送她一些养奸的法器 可是 许叶想说些什么 话到嘴边 却被她剑树咽进喉咙 半嗓才咽咽道 那我应该怎样做 才能挽回一点 在她心里的形象啊 要想让苏师妹注意你 第一个法子 是剑树突飞猛进 达到远远超出她的水平 王师兄说到这里 别嘴摇摇脑袋 继而又道 至于第二个法子吗 你们还记不记得 苏师妹很喜欢 青云长老养的那只大狗 王师兄的办法很简单 苏青涵平日里没什么兴趣 除开练剑以外 偶尔会去斗一斗 青云长老的狗 既然苏师妹喜欢动物 那一定会对同样有爱心的人产生好感 这就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她原话是这样说的 你先去和那只狗打好关系 然后带着它到山里闲溜 与此同时 我跟你谢师兄随便找个什么借口 把苏师妹引去那地方 嘿嘿 只要她一抬眼 就能见到你和那狗 其乐融融的画面 绝对心动 听上去是个绝对 万无一失的办法 不愧是王师兄 许叶和苏青涵 在行审堂里做苦工的日子 还不到半月 每天有大半时间会被抽走 只在夜里才有空 许叶愁愁满志 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 与狗狗搭上关系 第四日傍晚 终于能带着他外出溜弯 看我们的吧 谢师兄势在必得地笑 保证把苏师妹给你带过来 于是 许叶开始满怀期待的六狗 万剑宗同玄虚剑派一样 修筑于崇山峻岭之间 因而上下坡非常多 走起来很是累人 许叶在行审堂累了一天 早就不剩下太多精力 但只要想到苏师姐 看到跟前活蹦乱跳的狗子 心里便有了无限动力 一盏茶的功夫后 许叶满面春风 追赶跟前的狗子时 笑得好似欢天喜第七仙女 别跑啊 哈哈 等等我 一炷香的功夫后 许叶隐约察觉到 有点不对劲 苏师姐为何直到现在 也没来 半个时辰之后 许叶累到翻白掩土舌头 一边拖着疲乏不已的身体 往前跑 一边弃弱油丝地冲着狗子喊 别 别跑了 我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 两个时辰后 许叶终于停下 在她跟前 是同样翻着白掩土着舌头 累到抽搐着瘫倒在地的狗子 她把狗子给溜抽了 今夜的雪下得好大 苏师姐还是没来 许叶四十五度角 仰望天空 无语宁焰 此时此刻 一个无比严峻的问题困扰着她 她应该怎样做 才能把这只半人高的大狗带回去 今天的雪实在太大 谢师兄和王师兄 在静候苏清寒物件的间隙 打了不知道多少个喷嚏 领悟建议 对于剑修而言 是个极为重要的坎 其间最继分神 他们俩虽然心急如焚 但碍于规矩 只能坐在一旁等她 待得苏清寒收剑入鞘 已是一个多时辰之后 她对所有人 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声陷轻烈如雪 合适 两人一口同声 我想同你去翠竹峰比见 翠竹峰 正是许叶遛狗的那座山峰 苏清寒很少拒绝比试 因此没做多想地答应下来 跟随二人到了目的地 这座山道路崎岖多变 岩石临寻百怪 在冬日里 景致格外清幽浪漫 正好用来培养感情 王歇二人眼神乱瞟 试图寻找许叶的影子 没想到竟是苏清寒最先一愣 沉声道 我好像 见到了许师弟 他顿了顿 又补充一句 还有一只狗 哪儿哪儿呢 王师兄心下一喜 没见到许叶身影 条件反射的接话 许叶吗 经常和清云长老的狗一起玩 他们俩很亲的 苏清寒的语气有些迟疑 他经常会这样做 这是当然 锻炼身体 这句话开口的瞬间 两人顺着苏清寒目光望去 在丛林掩映 暗淡无光的角落里 看见一道似曾相识的身影 原本性冲冲的话 犬梗在喉咙里 许叶正低着头 神色争鸣地一步步往前走 并没有发现他们 在他头顶上 赫然扛着一只狗 若是小型犬 倒也尚能接受 可那是一只足足有半人 多高的巨型大犬 被顶在他脑袋上头 看上去便诡异许多 一人一狗 皆是满面沧桑 翻着白眼 不停吐舌头 那狗子眼里 尽是迷茫与困惑 四肢可怜巴巴地 全在一起 眸底引有泪光 细细看去 还能发现 他正在口吐白沫 不时发出七碗哭号 至于许叶 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 大雪染白了他的头发 搭配他久久勾搂的脊背 颤抖的双腿 与皱巴巴的五官 在那一刻 许叶仿佛老了十万岁 像个对生活压得直不起腰的小老头 王师兄与谢师兄 假装四处看风景 苏清涵 许是递他 经常扛着狗 负重跑 许是听见动静 许叶面目猙獰的抬头 正对上苏清涵欲言又止的目光 问世间情味何物 叫人难过到兔 王师兄爆发出一声惊呼 救命啊 许师弟晕倒了 总而言之 那个声称万无一失的计划 彻底泡汤了 万剑宗里开始流传一个传说 某位许姓师弟丧心病狂 最爱扛着青云长老的大狗 漫山遍野乱奔 狗子被吓到口吐白沫 他却依旧甩着舌头 到处窜来窜去 形同野人 造谣 全都是造谣 许叶委屈地吸了口冷空气 只觉得连肺部都被冻上了冰茶 又疼又涩 此时此刻 他和苏师姐一起坐在 行审堂的镜丝室里抄见惊 彼此已经很久没开口说过话了 他见到那幅景象 肯定会觉得他是个白痴 许叶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把视线从经书上一开 悄悄去撇苏清寒 他们两人面对面坐在木桌两头 桌子中间摆着盆葱葱隆隆的灵纸 虽是冬日 那灵纸也仍然升得翠绿欲低 枝叶向四方伸展 正好挡住他的目光 好讨厌 烦死了 连叶子都欺负他 苏师姐抄得全身贯注 想必不会抬头来看他 许叶紧张得厉害 悄悄摸摸伸出罪恶的右手 捏在其中一片叶子上 发力一扯 叶子落了 便空出极为细小的一个缝隙 从他的角度望去 恰好能看到苏清寒眼睛 其实苏师姐很漂亮 许叶悄悄想 他之所以不爱打扮 一定另有原因 他知道苏清寒的过往经历 出生于剑修世家 亲人尽在仙魔大战中丧生 被他们师尊早早收养 他不善交际 一心问道 然而在鸾城里闲逛时 也会在街边的首饰小摊点前 短暂地驻足停留 像所有普通的小姑娘那样 在万剑宗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也许只是没有人告诉他 除了练剑以外 还可以怎样活 隔着夜间的缝隙 许叶凝视着那双垂落的 如同染了冰冷双雪的眼睛 他很紧张 唯恐被发现 一颗心悬到了喉咙 连跳也不敢跳 哆哆嗦嗦停在角落 忽然室内烛火一暗 苏清寒长节微动 不过转瞬 竟猝不及防地抬起头 令人心跳加速地四目相对 他的目光如铜镯 热烈火将他所有的伪装 烧得无所遁形 许叶手足无措 大脑急速运转 从嘴里迸出无意识的字句 苏 苏师姐 你看这盆灵直 生得好漂亮 哈哈 然而苏清寒并未做出回应 他一定发现 自己正在被偷看了 藏在心里许久的秘密 于此刻被全无保留地 展现在他面前 热气从侧脸 一直蔓延到四只百孩 许叶不知如何是好 紧张地攥紧一百 这株灵 只是极为珍贵的运灵草 苏清寒说 不要随意扯他叶子 果然被教训了 许叶既庆幸又失落 说不出来心里究竟是个什么滋味 只能滴滴应他 嗯 对不起 然后谁也没有开口 狭窄幽暗的房间里 听不见一丝一毫声音 忽然之间 许叶见到苏清寒起身 伸手 把那盆灵直 推到桌子另一边 木桌上空空荡荡 这样一来 他们之间便毫无障碍 苏师姐的嗓音还是很冷 许叶恍恍惚惚听见他说 想看的话 大大方方看不就好了 许叶愣愣看着他 灼 热的血液在沸腾着冒泡泡 视线穿过桌面 落在他伸出的右手 只见衣袖下坠 露出如冰似雪的一抹白 在那只习惯了握剑的手上 带着他送的白玉灼 格格不入 却也契合至极 他居然当真带了 好开心 许叶差点没忍住 咧嘴傻笑 苏师姐 如同有烟花情不自禁地炸开 许叶脑子稀里糊涂 像在做梦 说话时不怎么经过思考 我 我当时见到这镯子 立马就想到你了 他很漂亮 苏师姐也 也很漂亮 要命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苏师姐的脸显而易见 开始发红 苏清涵垂下视线 滴滴恩了声 许叶意识低着头 半赏疏然道 过年的时候 苏师姐有约吗 不出所料 苏清涵应了句 没有 他朋友不多 唯一的家就在万剑宗 也没有需要拜访的亲戚 帝都的冬天 很好看的 他笨拙地开口 措辞不清 吞吞吐吐 就是下雪呀 鞭炮呀 烟花呀 到处都很热闹 镜丝室里不见阳光 只有一束烛火在跳 许叶摸摸滚烫的脸 小声问他 苏师姐 新年的时候 你想和我去帝都看看吗 等待是一段难熬的时光 每一须鱼都像被拉得很长 好在苏清涵并没有让他等待 清灵的女音悠然响起 直到此时此刻 当四下寂静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 许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原来苏师姐面对他讲话时 语气里藏匿着难以察觉的无奈与纵容 只对他才会有的纵容 像是冰雪消融 露出柔和的一缕心色 苏清涵应道 好啊 许叶没忍住 嘿嘿嘿开始傻笑 三 等酒楼里的聚餐结束 玄虚剑派一行人回到宗门时 已经入了深夜 宁宁不胜酒力 虽然喝得少 却已有些许微醺 陪继替他挡去不少酒 送宁宁回到小院时 步伐同样不太吻 这颗糖 是蛇还是龙 宁宁手里 攥了个在山下买来的糖人 酒气被冷风吹散 总算不再发晕 摇山竹笼 裴继拢了拢他身上 属于他的外山 特意走在夜风袭来的方向 挡去阴冷刺骨的寒气 传说他酒居摇山之上 目若火炬 淋入玉石 唯有猿人能见到 你看他头顶断掉的脚 就是摇山竹笼的最大特征 陪继总是什么都知道 因为常在看书 国往今来千百年 无论香野趣闻或是正统时转 对他而言 统统不在话下 有时候听他说起天南地北的故事 宁宁觉得自己跟一千零一夜里 那个爱听故事的国王似的 爱飞总有讲不完的传说 每天晚上都能让他开心 宁宁听得一直笑 把唐人塞进他嘴里 双手抱住裴继右臂 嗯嗯 我们裴继超棒的 他没想到宁宁会突然扑上来 有些局促地吸了口冷气 莫了无奈地暗声道 我身上冷 身侧的小姑娘 在他手臂上蹭了蹭脑袋 没关系 我是热的吗 那颗唐人 甜得陪济酒醒了大半 两人很快到了宁宁的院落 临近道别时 他忽然扯了扯他衣袖 今天是你生日 许氏喝了酒 胃散的酒气 在他眼底凝成水光 盈润得不像话 尤其当宁宁笑起来 眼睛里像是在发光 他说 一个人待在房间 你不是很怕黑吗 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暗示 裴继还没傻到回答他 我不会把烛灯熄灭的地步 一翻拉锯之后 他终于还是留了下来 等裴继洗漱完毕 宁宁已经躺在床铺上 他的床很大 与他得过且过的简朴风格不同 被褥与棉花都用料极好 当身体陷进去 如同坠落在云朵里 鼻尖尽是属于女孩的 枝子花香 裴继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一个人躺在床上 与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可以翻来覆去的空间 突然变得拥挤 另一个人的温度 残余在床单 像是被他的气息全然包裹 裴继从未觉得 上床拉好被单的动作 能如此声色 宁宁侧卧着盯着他瞧 将裴继眼底的拘紧 尽收眼底 他眼角眉梢都是笑 伸手戳了戳他耳朵 你这里好红 别平躺着呀 这样不就看不见我了 他们曾经彼此并不熟络 相处多有拘紧之意 如今渐渐亲近 宁宁便时常逗他 裴继是他见过的男孩子里 最容易害羞的一个 平日里冷的相冰 可一旦受了逗弄 就会紧张到身体僵硬 要论同床共枕 妈妈和好友都曾与他有过 宁宁对此并不陌生 裴继却截然不同 他连同旁人的身体接触 都没有过太多 今夜理应试头一回 与谁睡在同一张床上 他听了这话 沉默着侧过身子 伸手将他抱在怀中 虽是冬夜 宁宁却只穿了件绵软白衫 身体被棉被捂出热气 透过那层布料 若即若离扩散在手心上 和平日里普通的拥抱不同 同他躺在一起的时候 浓郁暧昧在沉甸甸地发酵 让他情难自已 心跳加速 烛火已燃熄灭 冬夜里的月亮圆如玉盘 光运团团促促 透过窗户落在脸上 宁宁的声音好似耳语 带了笑 裴继 你若是像现在这样 等我们成亲后 该怎么办呀 成亲 他已经渐渐了解到一些 关于成亲的秘心 也知晓藏匿 在这两个字之下的暧昧 这是裴继 曾经不敢细想的词语 如今却经由他的嗓音 传到他耳朵里 他会和宁宁成亲 静蜜夜色是最好的催化剂 心里的爱意满意而出 裴继后退一些 仍保持抱着他的姿势 垂眸看向宁宁眼睛 你的心跳好快 他手掌按在他胸前 说话时斜了淡淡酒气 尾音像猫爪 挠在心口上 床子之中 空间实在过于狭小了 小到连微弱的尼南声 都格外明晰 宁宁顿了会儿 笑音填满被褥里的每个角落 想不想听听我的心跳 裴继听出言外之意 脑袋轰然炸开 把燥热传遍整具身体 他并非不想更多地触碰它 但从来都顾及宁宁的感受 彼此兼职于最为基本的礼节 亲吻便是最为亲密的接触 哪怕伸手抚摸 手掌也只会落在他的后腰或脊背 唯有这次不同 空气凝制了一瞬的时间 仿佛下定某种决意 裴继指尖稍稍用力 自他脊椎划过 至桌向上 他手心有些凉 越过最为纤细的地方 引出难以抑制的战力 宁宁不自觉发出一声气音 这道声线娇柔的过分 与他平日里相差迥异 他被惊得脸颊滚烫 咬了咬下唇 裴继听见那道声音 以为弄疼了他 动作骤然停下 宁宁低着头 双手抓在他前肩 声如闻那 我没事 没关系 只是有点痒 于是 蜻蜓再度落在水面 浮掠而过 撩动层层涟漪 少年呼吸和指尖都在颤 骨节分明的右手缓缓向上 经过肋骨 触碰到一轮柔软的圆月 手上和耳朵都像着了火 裴继的气息凌乱不堪 竟然同他一样紧张 这里于他而言 无异于不可奢求的禁忌 哪怕无意间想到 都会暗骂自己 无耻卑鄙 他哪曾 想过触碰 怀里的女孩 瑟缩一下 他说出那句话时 仿佛天不怕地不怕 这会儿当真被他感受到心跳 反而羞到动弹不得了 隔着单薄的距离 裴继一点点勾勒出他的轮廓 直到那只手完全附上 原本冰凉的手心已是无比吃热 宁宁没想到会这么样 他轻轻发抖 看不见裴继表情 在深沉黑夜里 只能感受到他渐渐柔缓 如同探索地抚摸 还有一声很认真的问句 这样会让你难受吗 宁宁怎会愿意回答他 恨不得把整张脸都埋进枕头里 或许是见他害羞得厉害 他很快将手掌一向别处 没头没脑到 以后我先洗漱上床 他松了手 宁宁终于能抬头看他 只见裴继谋色极深 似是笑了下 用鼻尖碰碰他鼻尖 冬天的床铺太冷了 得让他先把床入暖热才行 怎能叫他受凉 这句话余音未尽 旋即便是一个不由分说的吻 唇与唇之间的触碰 起初是极为温和的 夜色里 少年的双眼又黑又沉 眼尾类质被月色硬亮 漂亮且勾人 裴继从不会冷淡地看他 然而此时 盛满整个眼瞳的 是同样令人心慌的危险 苍白的唇 不知何时有了血色 年转缠面间水汽缭绕 在黑夜里 所有感官都格外清晰 宁宁听见呼吸声 甚至是手掌撩动衣物的声音 嘻嘻嘻嘻 无比清晰地响彻耳边 裴继按着他的腰 强迫他更加靠近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纹里多出了一些从未有过的 独属于深夜的寓意 舌尖长驱直入 带着醉人酒气 沐浴后清新的造香 以及强烈到无法掩饰的占有欲 他手上愈发用力 轻轻捏在腰上的软肉 宁宁被吻得喘不过气 在窒息感与遍布整具身体的羊里 大脑一片空白 好热 冬天也会这样热吗 不知过了多久 裴继终于退开些许 躺在近在咫尺的地方 凝视他的眼睛 他的嗓音本是冷烈质感 此时发出微微喘息 却软得不像话 宁宁听出 他在极力克制 但正是这种克制 让气音显得更为绵软且撩人 半嗓 裴继沉声开了口 你不要离开 这句话来得毫无缘由 宁宁心下困惑 听他继续道 以后的生辰 想和你在一起过 不要离开 好不好 原来是这个意思 只是生辰 想和我在一起吗 宁宁摸摸他假边 感受到细腻滚烫的热度 说话时弯了眼睛 我可是会特别特别经常地黏着你哦 这是个超出了想象的答案 宁宁愿意赠予他的 从来都比他想象中多得多 眼前的少年眼尾烧扬 唇边勾起小小的弧度 闻言再度捶手 想继续吻下 却被宁宁满脸通红地躲开 他仍然在努力调整呼吸 因他眼底的失落倾笑出声 还想来 这句话出口之后 宁宁才意识到 这样的言语不像拒绝 更像种挑逗 可他是当真 快要呼吸不过来 需要更多的歇息 裴进眸底漆黑地看他 分明是无辜的神色 身体却稍稍靠近一些 与他紧紧相贴 少年的薄唇润了层水色 看上去格外柔软 没张口 只猴头微动 眨眨眼睛 滴滴硬了声 嗯 耳膜和心脏都是暴击 这副模样实在可爱 宁宁总算明白了 什么叫萌的心肩痒 只想抱着被子满床打滚 但爱于矜持 只得闽唇忍下笑意 像往常一样逗他 想要怎样 裴进明显证了一下 想要 他浅浅吸了口气 气音微弱 带着喘息 清冷的少年音 不似往日瞪景 吐出的每一个字句 都依雅地近乎于色气 裴进贴贴在他耳边说 你亲亲我 沙哑的低音 耳朵像是有烟花烘得炸开 奇异的酥 养好似电流 密密麻麻地交织着席卷全身 就连击鼓之上 都是惹人站立的麻 宁宁作茧自负 当场来了出面红耳赤 心跳如鼓雷 浑身像烧了团火 把自己蜷缩成一个圆团 先生请散开 珍失 rope